读说小S遇到耿直高情商的大秘密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我们都知道小S的主持风格都是辛辣风趣的 除他之外 在两岸三地都很难找出第二个类似风格的女主持 无论对面坐着多大牌的艺人 小S都能随意调侃 调戏男嘉宾是家常便饭 甚至直接爆出对方猛料也是不足为奇 所以能够遇到一个完全把小S拿捏住的明星是非常难的 但黄渤就做到了精准拿捏 让小S无喘息的余地 而杨幂就不一样了 同样高情商的他这次走的不是直接对的路线 他另寻西进 在温柔乖乖女的外表下寻找着杀鸡 小S先自我调侃 表示因为自己的风格太过辛辣 又因为杨幂身为女顶流 很怕自己的言行得罪杨幂的众多粉丝 所以他表示 我很怕他们会以为我在欺负杨幂 杨幂想也没想的脱口而出 这个真的不用想 本以为是杨幂的安慰 结果却被杨幂一句话整破防了 不得不说杨幂的这句大家肯定会这样认为 狠狠地灭了小S的杀气 小S也是被杨幂对的 于是搬出了很多不太体面的问题出来 例如他问杨幂 你敢当众挖鼻屎吗 为了顾及形象 杨幂也是没有认真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表示自己不会有鼻屎 紧跟着小S提问 如果在拍摄现场真的很想放屁 你会轻轻地放一下吗 杨幂也是很无奈地表示 我也不放屁 不得不说小S问的问题太刁钻了 低俗又夹杂的无语 被网友批评着真的不像是一个专业主持人能问出的话 但小S经常就是这样口无遮拦又没素质的风格 也恰巧非常满足大众八卦的心理 两位都是能言善辩之辈 一场颇为激烈的交锋拉开了序幕 也就有了后续小S现场嫌弃杨幂嘴巴臭 注意杨幂下一秒的回答 堪称教科书 这里杨幂所指的口臭也并不是真正的臭 就是因为杨幂损人很厉害 小S也想要被杨幂损一损 但杨幂还是走了一波谦虚风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 杨幂这种欲扬先义 褒奖别人前先贬损自己的方式 确实让小S很受用 不知不觉就原谅了嘴抽这个点 但这是高情商嘛 只能说杨幂性格里的自我保护色彩很浓 遇到小S这种反应快 深谙沟通之道的对手 跟杨幂明将案件的交锋确实是好看的 小S威风挂了 有人来质疑至他也是一种乐趣 能套路小S的在娱乐圈为数不多 杨幂就是一个 再多次较量小S都败下阵来 足以看出杨幂在圈里交际吹水还是很有能力的 也期待杨幂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小S这次也深陷吸毒风波 如果是清白的 还希望能够看到他像阿雅一样甩出报告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我带来的 让人来带来的